第十二集,魏英为了让自己的心不再添堵,决定眼不看为尽,少泽,吃吧,魏英把一个三明治和牛奶递给唐少泽,唐少泽伸手结果,不经意瞥了他的手指一眼,无限,你受伤了,受伤了,这边父子女校的父女俩同时望过去,眼里都写了两字,担心,哦,魏英低头看了一眼, 想起是刚才不小心被刀割了一下,但现在血都凝固了,没事,就割了一下,魏英无所谓的晃了黄手,当然不行,被消毒,你刚才还碰了沙子,海水,有细菌,唐少泽二话不说,从随身带的小药箱里掏出消毒液,还有棉签,窗口贴,把舌伸过来,魏英犹豫了几秒后,还是把舌伸了过去,放在桌上, 唐少泽握住他的小手,转了方向,这样方便他操作,某人抿着嘴唇,又担心又吃醋,小胖躲则是一听到爸比受伤了,立马就跑了过去,小身子撑在桌子上,小嘴嘟起来,呼呼地给魏英吹着气, 爸比,你痛痛吗?看到小家伙皱着小脸,担心自己的样子,刚才的心理不平衡,瞬间就消失了,果然,还是他十月怀胎生的女儿,没事,爸比不痛,别担心,魏英用没受伤的手,扶了扶他的背脊,安慰他,肉肉的小身子软绵绵的, 魏英记得,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,瘦巴巴的,小小的一团,医生说他营养不良,让他很是心疼,为了照顾好女儿,给他买最有营养的奶粉,他刚动完手术,半个月就开始打工了,宝宝刚开始会哭闹,因为他习惯了爸比的味道,爸比不在,他就会惊慌。 后来,魏英想了个办法,用自己的衣服包着他,被爸比的味道包围着,小家伙就情绪稳定了,魏英上学,打工的时候,他就把宝宝放在温情的店里,不知道宝宝是不是也替徐爸比辛苦,不哭也不闹,连过去做美容的客人都很喜欢他,白白净净的,像个小天使。 而且见人就笑,一点都不怕生,还不到一岁,就会叫阿姨了,把人哄得开心,连温情店里的生意都好了不少,很多人说,过来一半原因是护肤,另一半原因是看看小天使宝宝,这个人抱一下,那个人抱一下,一不小心就这么大了,还长得肉糊糊的,可算是美白喝了爸比辛苦挣钱买的奶粉,给人消好了毒, 上了药,贴好窗口贴,才放开手,小心别,先别碰水,你可是外科医生,手有多重要,你自己不知道吗? 唐绍泽难得批评他,虽然是批评,可听起来暖暖的,魏英看着他,笑了笑,知道了,放心吧。 唐绍泽在收拾东西的时候,装作不禁意瞄了蓝望鸡一眼,眼前的人低垂着眼眸,唐绍泽能感受到他的失意,心爱的人受伤了,自己明明心里担心得要死,却发现在也没有资格站到他的身边,连问候一声都呈打扰。 曾经,他也有这样的感受,只要魏无限跟蓝望鸡在一起,他们之间就像住起了一道结结,水都挤不进去,大笔,朵朵也想吃这个,小家伙胖嘟嘟的身子,挤进了魏英的怀里,小手指着三明治,开始撒娇,他已经嘴馋很久了,一直不好意思开口,魏英偏了蓝望鸡一眼。 你的,不是给叔,给他吃了吗?文言,蓝望鸡看了看他们妇女俩,又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上吃了一大半的三明治,有些尴尬又无错。 爸比,叔叔饿了,朵朵当然要分享呀。 你不是跟朵朵说,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吗? 上次叔叔在那个肯德基都没钱买汉堡吃,他一定是穷,没钱。 朵朵越解释越添乱,这话一出,蓝望鸡更慌了,赶紧低下了头。 魏英则是 好你个蓝望鸡,你这是跟踪我呢? 怪不得,那么凑巧出现在这里,原来是跟着自己来的。 魏英火冒三丈,正要发飙,爸比,叔叔救了你的宝宝,你不是应该要感谢叔叔吗? 一个三明治你都不舍得给他吃,爸比,你是不是有点小气呀? 这一说,魏英更火了,什么我的宝宝,难道就不是他的宝宝吗? 但是这话,魏英再失去理智也不会说出来。 爸比,你别生气好不好,你这么帅帅的脸,生气就不好看了。 某朵是懂爸比的,魏英听女儿这一说,抬头瞪了某人一眼,不说话了,不说话,也不行呀,那爸比到底给不给朵朵吃呀? 某朵盯着那三明治,尤其是夹在中间的火腿肉肉,油滋滋,香喷喷的,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 小家伙没经受诱惑,趁着爸比不注意,小舌头伸了过去,在众目睽睽之下,亲了三明治一口,他以为的爸比不注意,只是一厢情愿。 实际上,魏英把这一切都尽收眼底,魏英嘴角抽出了下,实在是觉得这家伙又可怜又好笑,饿是肯定饿了,早上没吃东西到现在,谁让他刚才那么大方? 啥啥都一股脑腿给那个坏蛋吃了,自己饿肚子,要是哪天他知道了对面那个人,把爸比和他抛弃了,不知道还会不好这么好心呢? 吃吧,魏英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,小坏蛋,都不知道是不是生癌气自己的,嘻嘻,谢谢爸比,爸比是全世界最好的爸比。 某朵先拍一顿麻痹,瀑布脊带捧着三明治啃了一大口,专挑有肉的位置,躲开了生菜的部分。 你要是不把菜再吃完,爸比以后就不给你做了,小家伙是什么心思? 魏英可是了人于心。 知道啦,大老虎,爱。 朵朵想什么,爸比都知道。 你这个小丫头,还学情意给爸比起外号,魏英拍了一下他的小屁屁,不,应该是大屁屁,这小屁股比他的屁股还大。 小胖猪,爸比是瘦皮猴,谋夺也不甘示弱。 两人一来一往,开始闹腾了起来。 西,突然,某处传来一声嘀嘀的笑声,虽然很小声,但耳机的妇女俩还是听到了,蓝忘机扬起的嘴角来不及放下。 被人抓了挣着,哇,原来好看叔叔笑起来更好看,朵朵还以为叔叔不会笑呢。 好看叔叔,你是不是也觉得爸比好傻? 肯定是叔叔觉得爸比傻才小的,反正朵朵不傻,不,不傻。 蓝忘机在人的死亡凝视下结结巴巴反驳,是可爱,小时候的魏英很可爱,长大了也一样。